对说到未知数我们就联想到几率了 那么有一件事情其实也是在谈到几率 也是要玩这个几率 那就是斯诺当他的爸爸上礼拜出来 接受美国媒体采访说 他相信他儿子一定会回到美国来受审 那么这句话是这个水分很重 因为斯诺当现在人在哪里都还是一个未知数 那么他回国回到美国来受审的几率 您觉得到底有多高呢 就像算命一样看到 说过水晶球 他一定会过来 但是我觉得斯诺当他有自的计划 美国人一般的话满了18岁以后 往往已经没办法 除非他政府出来叫喊话 你回来 美国政府不会像其他独裁政府一样 抓住的人 你不回来我处罚你 株连九竹这样子 他们不会这样子做 毕竟的话他已经成人了 回来的几率的话很难说 他现在人在哪里 我们现在还不知道 所以但同时的话 美国政府虽然是口头上 现在指控是三项 所谓的窃取国家机密 还有不当的 disclose的 税入国家机密 这些东西里边 这些都是可以罪告十年的 但是在联邦的审理程序里边 回来之后 如果他过去一个多月里边的话 不单只税入一些国家机密 还造成了一个所谓半国罪 这种情形的话 他是可以判处死刑的 对 我跟你讲 你现在提到的这个判国罪 我觉得很好奇 因为自从斯诺登的事情发生之后 很多人就说 他到底是背叛了谁 他是背叛了人民 背叛了国家 还是只不过是背叛了奥巴马政府 对 不单只是政府 我觉得是背叛了国家 毕竟的话 就像在美国 这个国家的机密是属于国家的 他作为一个国家的资源 他有这个职责 保守自己的职密 一旦只将国家的机密泄露出去的话 这种的话 可以追究半国罪 半国罪的话 在美国是可以判处死刑的 但是很多时候的话 他现在因为要引渡他回来 很多国家是反对死刑的 这种情况之下 他不一定会说 回来以后我追究半国罪 但是他回到来之后的话 他永远可以保留一个权利 我发现有更多的资料 正是他背叛了美国 这种的话 是追求死刑的可能性 也有不排除的 所以我觉得在目前的话 他爸爸就喊话也好 有信心也好 那只是一个猜测而已 OK 那么反正不管怎么样 诺诚这个案子 还会持续是全球关注的焦点 当然也是我们这个节目 关注的焦点